第一套是宽松的小清新风格 既舒适又显瘦 适合去野餐哦 但绿色真的超特别超好看哦 钟领的设计虽然有点热 但是会突出肩膀线条 突然发现深浅绿色的搭配也还不错哦 而且深绿色真的巨线白 和浅蓝色的牛仔裤也非常搭配哦 废话浅蓝色牛仔裤搭什么 都好看哦 这条UR牛仔短裤有两个破洞的设计 非常的独特 干嘛啦 逼不对的 你家啦 这一套的风格有点类似炫雅的red 有一点点小野性 但是也非常日常 DBQ这一段真的很像展示老年饱暖内衣 这一套是我最喜欢的日常穿搭 很普通 但是却很显腿长 也没有很长啊 OCE的这条破洞牛仔裤真的版型非常值 我很喜欢这件T恤衫的设计 这一套就有点像碎针的风格啦 白色高帮框威是这一套的点金之笔 如果换一双席就没有那味儿啦 依然是这一条非常白搭的牛仔裤 是今年很流行的秋神风格 这件衣服确实有一点像保暖内衣 这样穿出街大概很多人以为你在卤奔吧 其实这件衣服的面囊非常舒服 显白而且还显线条 这一套也是碎针的风格 我真是太喜欢它了 不过这种黑色的碎花设计非常难驾驭 很容易穿成老太太 我确实驾驭不住 黑色的地方的饼干鞋同样是精髓 这一套是有一点复古跟港风的搭配 黑色的马铃靴靴真的是搭配神器 别抠了 马甲线不是抠出来的 这一套是比较青春活泼的搭配 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乖乖的 看起来很好骗的学生妹 嗯 好变态哦 哦吼 有滴滴尴尬 这条裙子是一年前在淘宝上随便买的 这件衣服因为太舒服经常被我当作睡衣 这一套比较适合在海边度假的阳光辣妹 我就问你穿出去过吗 是有一点不日常啊 但是可以加一件衬衣在外面 吊蓝的颜色就像夏天的芒果 最后一套就是最最最最普通的白梯牛仔裤啦 我告诉大家一根小秘密 反过来穿可以更多